好 各位協和霍普監視論壇的這個朋友 大家好 那接下來想跟大家談的題目 也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題目 就是在這樣的引髮浪潮之下 我們老年醫學科的 醫師 他的 如果能夠有效的去扮演我們的角色 跟我們在專業上面的一個差異 那跟其他科的醫師的 看待病人跟在 研究上面會有什麼樣的一個不同 那其實人口高齡化的事情是全世界都在 進展的 人類在歷史上 其實在我們有文明以來的幾十萬年當中 平均壽命大概就是三四十歲左右的一個範圍 那一直到這個1800年19世紀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 因為工業革命的關係 所以整個社會進步了 然後平均一命就跟著延長 在200年當中 從平均的四十歲走到了八十歲 那這個還是西方社會的一個數字 那在東方社會其實就來得更快 那這個圖表其實也講出了我們在做 老年醫學 或是在做老化相關這個研究跟發展時候的一些挑戰 舉個例子呢 如果說我們回頭看看說這張圖表 那如果像我們去思考說 在醫療領域的比如說像中醫 那中醫的發展其實是一門很好的一個經驗醫學 那經驗醫學其實他在這個兩三千年幾千年當中呢 其實我們歷代的這個中醫的老前輩呢 其實把很多的醫學的發現用藥的一個進展都記載在醫書當中代代相傳 去讓後世的醫師做學習 那進而去提供民眾相當完善的這個醫療照顧 但是你再回頭看這張圖表呢 你就回想在過去的三四千年當中 中醫師看的病人的族群有多少人是年紀八十歲以上的呢 那其實你如果以這樣的平均壽命來看的話 可以預期應該是不多 那也就是說其實在我們的醫書裡面所記載的很多疾病的症候 他不見得完全符合高齡者 現在動不動就八十歲的這個族群的特色 那當然目前的中醫師其實有做相關的資料的一個補證 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有針對在這個醫書上面的記載比較缺乏的部分做了一些資料的一個補證 那也讓整個中醫看待高齡者可以更為完善 不過西醫在這個環境之下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因為西醫的這個知識的累積是往往透過臨床試驗 而在二十一世紀之前的臨床試驗呢 基本上我們也排除了老年人來參加試驗 那因為有些倫理的考量 那也就是說我們對於這些三高什麼高血壓 糖尿病啦 高血脂的治療呢 他所依賴的這個 這個臨床試驗的一個資料的來源呢 絕大多數都是這個年紀四十到六十歲左右的一個個案 那我們是把從四十到六十歲這個族群當中所獲取的健康知識 就是外推到八九十歲的人身上去做應用 二十一世紀之後呢 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呢 直接可以去收集高齡者來做一個研究 那我們就發現說有非常多 我們過去認為好像是正常的現象 從四十到六十歲的人所發現的現象 去外推到八九十歲的人 這個做法 從新的臨床試驗來看 看起來都不是很合理 有很多的一個數據 甚至呈現一個反向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都是造成我們的困擾 那也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在談人口高齡化 在醫學上面對我們來講 最大的困難是一個知識的一個缺口 我們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工作 可是我們實際上去 在這個高齡者上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本身 他的知識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我們以為我們做的很對 但其實我們做的事情可能並不符合年長者 所需要的一個健康促進 以及疾病治療的一個內容 那這個是全球的人口結構的變化 那我想就如同剛剛所講 人口高齡化是一個全世界共同的一個現象 那目前來講當然歐洲的人口結構是屬於最老的 不過整個亞洲地區 那特別是大陸地區 這個人口老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而且人口基數很大 這個人口基數很大的情境之下 那便會改變很多未來我們對於高齡相關疾病的一個流行病學 那這個會讓我們未來在處理這些病患 或者是在做健康促進的時候 都有一些不同的一個考量 那只有美國相形之下 看起來比較少受到這個人口高齡化的影響 雖然他們也是在逐步的高齡化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所以整個社會人口結構的金字塔 可以維持的相對穩定 那常常有人問我說 那究竟為什麼人類會變得越來越長壽呢 在幾十萬年當中 為什麼近兩百年可以很普遍的發生長壽的現象 長壽大概幾個原因 大概不外乎說可能是基因的因素 社會的進步 或是醫藥衛生的一個進步 那基因呢 當然所有的研究當中都告訴我們 在人類的生命當中 或各個物種當中都有所謂的常壽基因 不過常壽基因對於我們是整個社會 集體的常壽的表現 他其實角色並不並不是很大 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我們今天還處在這個社會 是這個來了一場瘟疫村子的人 就會走掉一半這種傳染病的時代的話 常壽基因能夠扮演的角色也相當有限 所以現在這個社會當中 人類會普遍性的常壽的現象 主要是來自於社會的進步 所帶動的這個醫藥衛生的一個進展 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特別是社會因素的一個進步 那這個在很多的研究都說 其實在英國有兩個城市 他們相隔的距離其實非常的近 大概只有二三十公里 可是他們的平均壽命可以差到二十幾歲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區域 是所謂的低收入的這個 所得比較低的一個社區 而另外一個是所得比較高的 有錢人的社區 也就是社會的整個發展的一個 進的一個現象會大幅的影響我們人類的一個 整體的健康以及是否長壽的一個現象 那整個社會大家越來越長壽 伴隨著社會進步之後 這個長壽的現象也帶來不同的挑戰 那整理來講有三個系統性的挑戰 那這個挑戰就包含了說 這個退休後的這個財務安全 就是年金 那也包含了長照 更包含了這個醫療 那這三個事情是環環相扣 因為你的經濟安全呢 也左右了你能夠選擇更好的醫療 或者是更好的長照服務 而你的健康也會影響你未來的這個 你所存下來的退休金是否足以去支援 你往後的這個老年生活 三者是環環相扣 那不管是整個社會面或是個人面 都是同樣的問題 而作為一個老人醫學科的醫師呢 就他的角色比較特殊 他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只做看病 做老人病的醫師 那我們都常常說 其實如果一個老年醫學的醫師 只把自己定義為看老年病的醫師的話 那是過於狹隘了 因為老年的醫學當中所包含的面向 除了疾病之外 有很多功能的一個內容 如何去強化他們的身心功能 跟在社會參與 乃至於到整個社會的制度 跟這個 經濟的發展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具有時代意義的 一個專業領域 如果將自己 限縮於說只是一個看老年病的醫師 那真的是比較可惜 我們其實一直都在處理一個未知的未來 因為現在的人口快速高齡化的現象 在人類歷史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就因為從來沒有出現過 所以也沒有好的 這個範例可以依循 教科書上大概也沒有答案 所以需要用更創新的方法 去尋求這樣子的一個未來 所以我們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我們就要去想一想 到底這個高齡者所謂的老人 有什麼樣特殊的一個特質 而這個特質對我們去提供醫療照護 或是整體的社會改造的過程當中 會扮演什麼角色 所以我們必須要以這個高齡者為中心 以使用者的經驗為導向 去做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照護 那這個看起來非常的 老生常談 大家都知道說我們要去做一個 這個person-centered care 可是在臨床實務上 大家對於什麼叫person-centered care 是搞不太清楚的 尤其是說醫療 尤其是大家在這個急性醫療的場域 訓練的過程當中 往往醫病關係都是比較負全 因為疾病嚴重度的關係 所以絕大多數都是仰賴醫師 跟醫療團隊所做的決策 而病人實際上參與的機會並不大 但是在這個慢性病的時代 在這個健康老化 或是在疾病管理 以及相關身心功能的 這個改善的整個環節之內 病患以及家屬所參與的 這個角色非常重要 他並不是單一的讓醫師去做一個決定 就可以去達成我們要的目標 我們需要病患跟家屬的一個配合 那由於需要他們的配合 他們有不同的身心狀況 有不同的年紀跟教育程度 所以整個的使用者的介面 也必須要做一些重新的設計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設計的思維去建構我們的高齡照護體系 高齡照護體系 其實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單純 他有非常多不同的內涵 那包括說最重要的是使用者的經驗 到底對於年長者使用醫療體系 他最看重以及對他的健康來講 到底最關鍵的是什麼 那我們在設計體系的時候 就也不是單純的以我們 這個相對年輕又健康的人去設想 他們應該如何來使用醫療資源 所以這個介面的設計 跟使用者的經驗必須做一個完美的結合 尤其是世界衛生組織在談老化的過程 談健康老化 也特別的再三強調 其實老化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 所以我們必須要採取一個 我們叫生命歷程的一個介入 這是一個英文叫做life course approach 我們必須要以一個人逐步老化的過程 去思考他不同階段的一個需求 當你看到一個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行動不便 那非常的需要照顧 可是他可能是有非常多的原因所造成 可以是來自於慢性病 很多的慢性病所造成 也可以來自於說 他是這個失能失智的狀況 或是來自於說 他的家人的照顧資源不夠 以及他的經濟狀況 或是整體的照護資源等等 是非常多的原因 並不是單一的因素 而一個老年醫學的醫師 是必須要有能力去處理這些所有的問題 否則你單純只去做老年病的診療 其實並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年長者的狀況 但是無可厚非 在過去的研究都告訴我們說 其實一個人年紀越大 慢性病就越多 如果你可以成功的活到85歲 這是全球的資料 你大概只有5%到10的機會 一個慢性病都沒有 那反過來說呢 對於年長者來講 有各種不同的慢性病才是常態 而我們的專科訓練 往往訓練我們只看單一的器官系統 那這些年長者來講呢 他往往都具有這個多器官 多系統的一個疾病 所以老年醫學科的醫師必須具有 去同時處理多器官 多系統的多重疾病的能力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能力 如果沒有辦法具備這個能力 只以單一的老年病為切入點的話 大概也沒有辦法完全去解決 高齡病患的一個健康照護的挑戰 第二個 隨著年齡的增加呢 我們的身心功能會逐步的衰退 那以台灣的資料來看 如果我到了85歲以上呢 大概有一半的長輩是 具有若干程度的失能 從輕微的拿拐杖到嚴重的臥床都有 也就是說 當我們處理老年醫學的病患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你的病患 大概就是多重疾病 合併身心功能的失能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它不單單只是疾病的考量 它甚至於連失能跟失智 都會進入你的疾病照護計畫 去做一個重新調整 這個時候你在講的高血壓 或是糖尿病的控制跟診療 都會隨著他的身心失能的狀況 必須重新做修正 這也是一個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所面臨很大的挑戰 而在多重疾病與身心失能當中呢 過去的研究也證明了說 其實失能對於健康的影響遠大於疾病 這是一個在義大利中部所做的研究 他們就發現說他們收集了幾百個80歲以上 平均83歲的年長者去做一個觀察 看到底是疾病或是失能對健康的影響比較大 那他就把人分成了依照有病沒病 有失能沒失能分成了四種人 那這四種人在四年的觀察當中 自動分成了兩組 那首先第一組就是在四年當中 有70%都存活的 那這些人就是不管你有幾個病 只要你不失能 反過來說呢 有另外的一組人是四年當中死亡了七成 他們的特質就是一樣不管你有幾個病 一旦你失能了 失能並不單單只是家庭照顧的責任 那過去在醫學的教育跟醫療的訓練當中 我們往往認為這是一個家庭照顧的一個責任 並非醫療的主體 可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說 只要一個人失能 卧床的時間一延長 氣管就塌陷 排胎能力就下降 發生肺炎的機率就大幅上升 而伴隨著臥床的時間延長肌肉收縮的 這個力量跟頻率變低了之後呢 整個血液循環的速度會變慢 血液循環的速度一變慢 形成血栓的機會就增加 進而去增加 腦中風跟心肌梗塞的一個風險 所以光活動量的下降 姑且不論這些入瘡 密鬧道感染等等常見的問題 他有各形各樣的一個健康的挑戰 而這個呢只要能夠讓病患 讓我們的年長者少於失能 他的狀況就相對會減少 也就是說一個老年醫學科的意思 並不是只是天天在處理這些疾病 你必須要去理解身心功能 對於疾病的影響 從根本去解決年長者的健康挑戰 而這個失能呢它不僅僅只是 這個投射在說照顧的需求 或者是在疾病的複雜度 它也反射在醫療費用上面 這是美國的醫療費用支出 乍看之下年紀越大 它的這個支出就越高 但是你把所謂的支出拆解成為 是醫療的費用跟長照的費用 你會發現說伴隨著年紀越大 醫療費用是逐步下降 但是長照的費用是逐步上升 一個是治療疾病的費用 一個是照顧失能的費用 所以呢在年長者 就是大多數老年醫學科醫師 所看的病患 多半都是複雜照顧需求的 而這些人 我們必須要有不同的思維 所以整個體系的設計 我們在談老年醫療 其實它必須是一個 以失能預防為主體的 一個照顧體系 不管從疾病的照顧 到回到家裡的這個健康促進 和個人的生活 它必須要密切的去結合 而結合的目標就是以 不失能不失智為主體 這件事情就整個老年醫學科 所有工作的一個核心 而這個事情也不是只有 老年醫學科醫生自己講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 早就講說去衡量年長者 最好的健康指標 是用失能的狀況去衡量 那失能的狀況越嚴重 時間越長 對於整個人的人生負擔 生活品質影響就最大 所以年長者並不是以他有幾個病 吃幾個藥抽血的數字 來定義他是否健康 而是以他的活動功能能否自主 能否自立生活 作為一個健康的判斷依歸 所以在聯合國所用的這個疾病調整人年 DALI 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 他的算法其實很單純 這個DALI包含兩個數字 一個叫做Years living with disability 也就是說 另外一個數字叫做Years of life loss 也就是說當舉個例子 如果一個人得到糖尿病 那他相對於沒有糖尿病 同年齡同性別的人來講 他會因此而早死亡三年 那這個呢 這個Years of life loss就是三年 糖尿病對他的生命來講的 這個提前結束了三年 可是如果一個患者 在糖尿病死亡之前 有五年的時間 因為視網膜的病變 使得他的這個行動不方便 視力受到很大的影響 需要人協助 進入失能的狀態 那這個五年 就是所謂的Years living with disability 所以對於這個人來講 糖尿病對他的人生 總共造成八年的困擾 加總起來就是所謂的DALI 也就是說 這個非常符合我們在做 老年照護的一個核心的精神 我們今天不管照顧任何的疾病 不管照顧任何的病患 伴隨著老化的過程 我們就是要去壓縮 他因為生活 這個作息 然後包括因為疾病 跟他的功能狀態 我們要去壓縮 所有這些危險因子 所造成的失能跟失智的時間 這是整個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在工作上的核心 但是我們的醫療體系 其實在設計上並沒有完全能夠體現 這個精神 主要的原因是過去的人口沒有那麼老 所以疾病跟體系的設計都是以針對 急性病的一個處理方式在做 所以都是以這個 這個短期的這個醫療的服務 我們趕快把人命救回來 可是很難把這個過程看得很長 去預防失能和失智 而且這個醫保的支付呢 也是以這個疾病治療或手術為主 並不是以長期的功能維持 為主要的支付的一個對象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所以整個醫療體系的的這個運作上面 就遇到很大的困難 因為我們用了不完全正確的方式 一直在處理年長者的健康問題 會花非常多的錢 可是卻不見得得到最好的長期成果 所以一個老年醫學科醫師面對這個問題 處理上面要有些新的思維跟策略 那我把它稱之為一個叫做照顧以老 跟防範於未老的一個策略 因為眼前我們所看到的年長者 就是有一群人 大概16%到20%的人 他就是有各種若干程度不一的失能或失智 他就是需要被照顧了 那麼這一群人要提供好的一個照顧的服務 內容 但二方面面對更多的中老年健康的族群 我們希望去提供他有效的健康促進的策略 讓他最後人生都不要走到那個階段 這個策略是一個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必須同時去處理的 那才能夠對社會來講得到一個最大的一個好處 所以這個策略來講 就跟世界衛生組織在談的健康老化的概念 是完全一致的 最大的健康的特點就是維持最強的身心功能 能夠免於失能跟失智 那達到這件事呢 老年醫學科的醫師在整個社會當中 必須扮演非常強烈的一個角色 必須有很強的這個話語權 那因為在這樣子的社會的結構之下 每一個人必須要從內在的去強化自己的健康 那體現於外的就是身心功能的這個衰退 能夠降低 那這樣子的環節之下呢 你會發現因為 我如同我剛剛所說 會有這個一群人是已經失能或失智需要照顧的 我們的體系也必須要以 人為中心去設計不同的成分的整合內容 我們必須要依照每一個長者的特性 能夠去設計出專屬於他的照顧計畫 而這個照顧計畫是可以被內含在我們現有的一個照顧體系 而在照顧體系之外 還有更多的是社會層次的問題 年長者如果在社會當中安心的生活 具有尊嚴的生活 這樣子的整個體系是一個大的社會工程 所以整體來講 它是個由內而外一個 持續發散的一個專業的意涵 而這個部分呢 並不是某一個器官的專科的醫師能夠去處理的 所以老年醫學科的醫師對於未來社會的 發展具有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希望去發展一個兼顧遺老跟未老的一個 具有價值的照顧體系 那所以我們就在台灣推了很多的一個 整合照顧的一個做法 比如說我們針對具有這個多重照顧需求 有很多個疾病 又可能具有身心失能的這個年長者 做了一個高齡整合的門診 希望透過一個單一的窗口 提供一個完整的照顧計畫 以周全性評估為主體 然後去落實我們在老年醫學學到的 各樣的這個專業內容 當你這麼做下去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他們未來 這些年長者只要走高齡醫學的整合照顧 相對於走一般的醫療照顧模式來講 他一年過後的醫療費用 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 但是重點不在於減少的費用 重點是在於他們整體的照顧品質 提升了將近50% 那這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 以人為中心去做這個 整合照顧不僅可以減少費用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改善年長者的一個 生活跟醫療照顧的品質 此外 老年醫學科醫師也必須要去結合很多的社區資源 畢竟年長者很多是居住於社區當中 他需要非常多的社區的支持體系 沒有辦法所有事情都有大醫院去做 相關的一個提供 所以我們也去發展與社區醫療當中 去做一個結合的一個持續性的整合照顧體系 那我們把這些患者從這個大 大型的三級醫院在治療到一個段落之後 便下轉到二級醫院去做一個更強的 康復的過程 這個康復的過程結果 大概有完成這個即興後期照顧的康復 過程大概他們可以身心功能可以回復到 能夠回家獨立生活的機會增加了將近50% 免於被長照的這個風險 那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進步 而這個進步呢 帶動的是他一年後的死亡風險 也下降了62% 也就是說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所做的這些事情 並不單單只是在做疾病的照顧 或者只是在做資源的安排 或者只是在做長期照顧 不是的 這些事情的組合起來是在救人命 而且是一個很明確的這個死亡風險的下降 所以整個的體系要去呼應這樣子的需求 就必須要做一個重新的設計 從照顧的流程 不能夠單純的 只以各個器官專科作為主要的體系設計的思考 我們必須要以整個體系的 需求去做一個考量 以病患的角度去設計流程 去設計我們評估 療效的基礎 因為畢竟 醫療品質的好與壞是需要被評估的 並不是自己在說這個醫療服務的好 就叫做真正的好 是不是符合整個社會 跟全球對高齡照顧一個長期的價值 這個都是需要去經過 一個體系的完整的設計 而美國已經逐步的導入這個 所謂的價值醫療服務體系 而且這個價值醫療的服務體系 也進入了他們的健保的 這個醫保的這個 支付內容去帶動一個新的模式 那在這裡舉一個例子 以年長者很常見的髖關節骨折做例子 過去其實髖關節的骨折大概就是90% 到95是因為跌倒所造成 那所以絕大多數的醫院在急性醫療 就是趕快開刀穩定病患 然後術後就出院回家 但是在80年代開始 美國人就發現說 如果只做很緊急的手術 手術就算非常成功 病患回去之後可能變成長期臥床 沒有足夠的康復過程 所以他們就發展了這個所謂的 急性後期的照護 或者叫做亞急性的照護 然後讓這些患者在手術之後 能夠有足夠的康復時間 從80年代到現在這個成果非常的好 可是他們慢慢也發現說 只做這樣子的事情也不夠 因為這個人一旦曾經跌倒過一次 就有可能跌倒第二次 他的跌倒有很多事情跟原來的 他不是單純的骨科的問題 他還有內科的問題 他還有功能的問題 還有憂鬱 藥物 甚至回到家裡居家環境的問題 所以美國就導入了新的價值醫療體系 去做一個更大的一個 場域的一個設定 不是單純只以手術 也不是單純只以康復為主體 而是整個過程都必須要去做思考 所以他要在所有的這些 病患當中去辨識他們具有跌倒風險 他們的風險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跌倒一次就跌倒第二次 所以一個跌倒而骨折的病患 更需要去找出他所有跌倒的風險 一一的提供干預 然後需要針對這些藥物的使用 因為很多人的跌倒 可能是來自於藥物的不良反應 然後要去做一些 居家或者是照顧流程上面的預防作為 那這樣講起來可能有點空泛 其實在美國他們的 醫保其實已經很明確的定義出來了 你必須要找出所有的相關危險因子 當病患在手術的住院這幾天 你就要把相關的跌倒危險因子確認 而且要提供干預的一個做法 然後一定要去檢視所有的藥物 因為很多人的跌倒就是因為藥物的負作用 所以必須要去針對有多重用藥的衰弱老人 提供一個明確的藥物的干預計畫 然後要提供一個預防跌倒的後續的照顧計畫 包括家裡的居家環境 如同我剛剛所說 我們並不是只求這一次的手術成功 或是這一次的術後的康復成功 我們要的是他希望永遠他不再跌倒第二次 那你如果站在這個目標 就必須要去做更積極的跌倒的預防作為 甚至居家的環境改善 這個整個事情的環節全部都做到 才是真正的有效的 能夠去改善長者的健康 那這個的醫療的思考 其實跟放在所有的其他的疾病 或其他的內容也都是相當一致的 所以一個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在這個過程當中是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所以高齡醫學是什麼 其實高齡醫學呢 或是老年醫學的醫師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 全能照護的一個具體實現 我們要能夠即時的去診斷病人 而且要具有專業去處理多重的問題 然後要能夠持續的去提供 不是這個好像手術完就沒有你的事情 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而且這個治療的決策 能夠要跟家屬和家人 病患本身做很密集的溝通 然後要提供一些正確的資訊 而且讓他們能夠去知道 怎麼樣去維持自己的健康 等等等有非常多的內容 其實一個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必須要去協助病患跟家屬 在整個過程流程裡面 得到一個最完善的一個照顧計畫 那以榮種為例子的話 其實老年醫學的發展 它是一個新的學科 那這個學科的發展 其實在這個十來年中 我們也得到了很長足的一個進步 我們到目前為止 大概在大學裡面 現在這個老年醫學變成這個必修的一個學科 所以所有的醫學生都必須要在學校 學這個學這門課 二方面實習也是必修 所有在實習的過程當中 都必須到老年醫學做學習 而在畢業之後 台灣現在有所謂的 畢業後一般醫學的訓練 那在畢業後一般醫學的兩年的 不分科的訓練當中 有一個月必須到老年學科受訓 確保了台灣所有的醫師 在未來 不管你成為哪一個專科的醫師 都具有老年醫學照顧的一個 基礎的知識和技能 而為了要提升我們整個的研發的能量 那在學校當中 跟在醫院當中 都成立了相關的研究單位 說明有一個叫做高齡與健康研究中心 集合了從基礎的生物醫學研究 到臨床醫學到公共衛生等等的 教授老師跟醫師 去做一個針對老化 以及高齡照護 為核心的一個研究主軸 那這個組合呢 也是讓整個的研究量能 去逐漸的提升 因為身為一個大學 跟這個三級的醫學中心 我們必須要去在這個領域上面 去持續的深化我們的教學 以及研究的一個能量 而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而且已經逐步的去改變了 臺灣的醫學教育體系 變成了是一個所有的臺灣醫師 都必須要去學習的一個內容 也更能夠吸引到優秀的人才 進入到相關的場域來持續做研究 提升我們在這個部分的研究量呢 臺灣的醫療照護體系 已經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早期只有醫院跟診所 但慢慢的呢 從即興後期的照護體系 跟長照的體系 你會發現說在這個各個體系當中呢 各有自己的運作規則 但是呢這個運作規則 其實都需要繞著病人為中心 去做發展 因為高齡的患者很可能在這些 不同的場域接受照顧 所以一個持續性的整合的照護管理 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而這個挑戰 大概也只有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有能力去做這樣資源的調配 跟體系的一個設計 所以對於一個老年醫學科的醫師來講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最後如果說要去講說 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醫師 他必須要怎麼樣去改變這個國家 他未來會遇到的一個困難 其實他有好多角色應該要扮演 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個 只看老年病的醫師 那他是一個老年醫學是一個 全人醫療的一個具體事件 我們追求的是一個長期的成效 並不是短期的單一的指標 而且這個過程是兼顧了疾病 跟功能的需求 那我們做的事情 從預防 這個保健到醫療照顧 一直到最後長照 甚至於安寧療護 這一整個全程的過程 都是我們所關注的內容 更重要的是在現在的科技時代 也必須要導入新的科技作為 然後作為一個更具有斜槓精神的一個 醫師人員 能夠去協助整個社會 在不同的環節當中 都能夠去因應超高齡社會的來臨 同時要照顧醫療 也要去防範與未老 那能夠積極的去倡議 去產生我們的社會影響 因為整個社會在走向 這麼快速的高齡化 如果老年醫學科的醫師的專業 不能夠去協助社會或政府走向改變 那是一個浪費 所以以上就跟大家分享說 在這個超高齡社會的時代來臨之下 老年醫學科的醫師 應該去扮演什麼樣積極的一個角色 也希望說可以跟各位一起努力 讓人口高齡化不再成為是一個 大家聽了就覺得很恐怖的一個社會負擔 謝謝